龙君灵 只要你放弃抵抗 你想要 我都可以给你 只要你归顺于我萧果 我和他 就拜扶于你身下 只去一个鸟国 也陪让我吃 只削小 也敢饶我心静 敬酒不迟迟罚酒 你找死 你竟敢煞我气样双致 老师上离车的大厦 我一直被捏死 人家 休息了 龙帅 龙帅 空军精锐五百架战机机建完毕 龙帅空军特战机股推三百架战机机建完毕 万物国精神 让他破国王家 阿军小国 其他中央 三军 转龙军领 平八方战 破万力国境 乾隆出渊 一群万事 封金龙帝君 以赐 斩神刀 帝君出世 明万代 掌刀领硬 五天同性 谁敢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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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汗我大侠者 虽远必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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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别做白日王 赶紧给老子起来 还给我 不准碰我金龙帝君龙衣 臭小子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金龙帝君 那老子就是金龙帝君探偈 把龙衣还给我 把龙衣还给我 去你 你还是想要这身衣服是吧 可以啊 楚傻子滚看 楚 楚少 你 怎么穿着那个傻子的衣服 楚少 你好花啊 不过 我现在就想要 你能不能满足一下我 你们在干什么 四老头 北少可是江城第一大家族 楚家楚他好 靠的可是京东 谁是这座大山 你得打我 你是不是要活腻了 爷爷 你真是够了 不过如今啊 幸得楚少这般人 真正龙风不嫌弃 能娶我为妻 所以啊 我要和这傻子离婚 混账 别说区区区区一个储家 就是底度的审视 在军林面前 他算个屁呀 你们这样对待他 是遭大难 谁要遭大难 我打死他 我打死他 遭难 我就不够 谁才是江城的王 你看 你敢对金龙体军颇警 亲家 你们家这老婆死的 竟然说那个傻子 是什么 金龙体军啊 他疯了吧 出家要完了 我们里面也要完了 江城要变天了 他 他死了 不许打扰我爷爷睡觉 你给叫啥子 你说狗的你 你敢打我 我打死你 我 我 快快快 你这疯的 他把老爷子哄死了 爸 你怎么了 爸你醒醒了 爸 你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你个臭傻子 傻死老爷子 老娘跟你没玩 你打死你 他死了 我们杀人了 一波动二不休 他们俩 都给我没了 不行 我们林家 好歹在江城 也是有头有脸的 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 这算怎么回事啊 我告诉你 我们傻家 刚和帝都 是大事关系 万不能让他们知道 现在的事情 要么把他们埋了 要么你们跟他们一提死 我 我 这就去找人 把他埋掉 快点 速度快点 动作马里点 哎 子昊 你去哪儿啊 黑虎堂堂主虎爷 和王尊酒店 总经理马康 已经到酒店了 什么 黑虎堂的虎爷 王尊酒店的马总 楚少 你居然都认识他们 你真是太了不起了 这算什么 就连帝都沈氏的 沈大小姐沈宇柔 今天也会来主持 我们前期的定乎宴 他交给你们 好 快点 买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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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不快我们 不快我们 大小姐 我们找到您的 未婚夫龙先生了 他现在在江城 太好了 爹爹定温前和我说过 这世间只有龙先生可以救 立刻被激 动身去江城 就你两天龙剑眼 莫非 莫非是帝君他陨落了 是乾隆出源九啸天 五年了 帝君终于出关了 顾森 快去备车 随我先去共赢金龙帝君 老子 这肘丝是越来越嚣张了 王后可怎么办呢 这是龙啸九天 龙啸九天 龙啸九天 风云变 一绝万事 金龙献 莫非 五年 整整五年了 金龙帝君终于现实了 大下有救了 凭着动静 金龙帝君应该是在江城 快被撤 下江城 天象显示帝君的方位 明明就在这 可为何不见帝君的身影 莫非 不 绝不可能 谁敢这样对帝君 五年金龙 帝君出关 已经五年 金龙 重新沉浮于我 这世界 已经如此 帝君 五年前究竟发生何事 你为何突然消失不见 五年前 我 我记得你 你是金龙帝君 曾经在战场上救过我的命 我现在 身份终上 天内金龙 即将突破我的禁宫 金龙出事 上岭独的 我要用我的身指去震他 答应我 你活活活念 我要保留我身份 果欲将心魔一举出之 结果 被阎南烈所害 是我体内金龙暴落 我只能用神志去封印他 竟然是阎南烈这个卑鄙小人 帝君 这五年来 阎南烈凭借龙印 突破了神境 如今你已现世 龙印也该物归原主了 帝君 属下还有一事不明白 为何你被埋葬在此 连家老爷子 在我失去神志期间 对我照顾有加 只是他的孙女林倩倩 竟然勾结处则号 一同谋害了他 帝君 我要这就去灭了他们 慢着 林老爷子 有恩于我 下一眼难裂之前 我要亲自为他报仇 帝君 已经查明 谋害你的那对肩负淫妇 今日在王孙景天 去安定无厌 在您校舍的期间 您的未婚妻 沈宇荣 一直在行宣布 打给您的消息 我们接到通知 今日他将阻断 王孙景天 沈宇荣 是联合的孙女 是 一别五年 你该见一见过的 师叔 承我命令 配两份大礼 一份给低度沈室 另一份 收给楚将 黑虎堂虎爷 送上绿翡翠 手环一对 百年人参一颗 楚少 恭喜恭喜啊 我可是听说了 您现在可是 沈室的大红人呢 还希望楚大少爷 能够在 大调节 沈宇荣面前 多多的 听我每年底居啊 回啊 您尽管放心 虎爷 请 王尊酒店 董经理马康 送上 宋代 奉西徒一步 已经百万 哎呀 主少啊 就连高不可攀的虎爷 还有马桶 都对您 毕恭毕敬 那是 不是所有人 都能得到 帝都沈室的看着 今日 我们家小姐 会亲临江城 如果她有空的话 会卖你 煮她一个面 出席订婚宴 并送上祝福 届时 您就是江城 最有牌面的存在 当每天 本少爷搞定了 沈小姐 帝都沈室 便是我的囊中之物 到时候 必须把你一条给拽 哼 你也不撒脏药药 好好照照你自己 就你也来 直到沈宇荣的亲了 鬼 不 不管你是人是鬼 少在这里 故弄学学 你说话 头脑清楚 难道 你不傻了 说到这儿 还要感谢你 若不是你们 激起我的神志 我不见得 归附得如此之快 那既然你有幸 捡回一条命 你就应该知趣点 今天我来 是要定三大罪状 定我三大罪状 大家听听 这个傻子都在口出什么谎言 林倩倩 林老爷 对你百般的 唯命是策 你却火同处则号转的消息 将他亲手杀害 至今他尸骨未寒 你竟然还有脸订婚 臭傻子 我爷爷是因病去世 我劝你最好不要胡说八道 谋杀致气 死不悔 这一帮人 问林老爷子 你敢打我女儿 我打我死你 你敢打我女儿 诅咒为虐 为我奸 这一帮人 为了人间正义 至于你 死 你不要过来 扶我威名 有凡天天 这一帮人 为了警醒天堂 行啊小子 当这是哪儿了 敢当着我虎爷的面子 大爷 我看你真是不知道死 他在鱼眼皮子底下 违违到那儿 根本就是不满 你看他眼里 只要你帮我废了这个废物 我一定让父亲 在心里小姐 和持双将军面前 都帮你每天进去 那是罪 你把心处刹 兄们 我走 我看 谁敢动我的人 今天 你们要是感动军民一线 我一定让他 后悔终身 你是 我是你的未婚妻 我已经找你整整五年了 你是史联合的孙女 沈宇柔 对 我爷爷他 你们俩眼是哪一处呀 知道王军酒店 是谁的地盘吗 帝都沈氏 你谁呀 带着你这俩人 赶紧给我滚蛋 你可真是反大包天 君临 是我管教兵 由我来解决吧 好 身为沈氏集团旗下的宅 王尊酒店居然自降身 把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放进 我看 这个总经理你是不想当了 你还敢对沈氏 今天 我就让你尝尝见识 让你知道沈氏的利用 马总 那你可得悠着点啊 像这样一位小美人 我还想让弟兄们 好好地肯尝一番呢 你说 你跟这个傻子非千非果 你为什么不要把他出国 滚开 君临是我的未婚夫 你如此羞辱他 是不是想死啊 现在就连个臭婊子 都敢欺负本少爷 看来本少爷 是真的敢在江城好好立立威了 有君临在 你的威无从而立 你知道楚少是谁吗 他可是帝都审市的亲信 小美妙 既然你不是台主 那你就怪不得我 大手醉花了 别 龙啸生 是帝君 龙啸生是王尊酒店方向传来的 快 是王尊酒店 我的神 你是有几条命可以死 找他们废话 看我 我这 我看你连猫爪都不准 你要干什么 你别过来啊 我可是神圣子 顺目还是逆 给你三秒钟时间考虑 接个电话 接个电话 喂 周总管 什么 沈小姐她已经在江城了 沈小姐现在已经到了江城 周宇总管 等会儿就会带人来到王尊 你们要是不想死的话 就赶紧跪下 给我跟楚少磕头道歉 周总管可是帝都审市的第三把手 更是能与池双将军说得上话的存在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你就是个垃圾 玉柔跟池双说上话 很难吗 军林 我们沈氏集团和池双将军关系匪浅 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吧 你处理 你还真把自己当地图沈氏大小姐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呢 周宇平时 就是这么教你 周宇总管 还有十分钟就到王尊 今天死定了 十分钟 周宇 一分钟之内 到王尊酒店 你对周宇总管 如此不敬 也只是岂有此理 大小姐马上到了 好几张张成和体 要是谁得罪了大姐 要她可逆 周宇总管 您终于来了 另有两个废物 这女的冒充大小姐不说 结果她根本就不把您放在眼里 周宇总管 此时若是不能处理妥当 那就是在她大小姐的脸了 大小姐今日为我 欺凌 不能出任何人 现在趁大小姐还没有到 给她们点教训 把她们给我生出去 周宇 大小姐 对手下可真是管教有方 周宇总管 您呢 别被两个废物给骗了 这个贱货呢 一看就是便宜货 居然还敢冒出沈小姐 干 叫谁贱 好 我腻疑完了是吧 大小姐 属下来时 请您降罪 大小姐 你 你听我解释 这刚才都是误会 误 你口中的误 差点要了我和我未婚夫 龙先生的命 周宇 把这些人给我扔走 是你 大小姐 她根本就不是您的未婚夫 你们骗 我认识她 她是江城数一数二的伤 也是这个林倩倩的照 她怎么可能会是您的未婚 沈小姐 我可以证明 沈小姐 是我永远无助 之前没有认出您来 怎样 我亲耳听她 她羞辱池双将军 今儿还大逆不道的 说什么自己 是金龙地军 光告你欺骗大小姐这一条 就能定你死罪了 你居然还敢羞辱池双将军 看来今天 必须要杀了你 才能给沈氏和池双将军谢罪 周宇 沈家的事情什么时候 轮到你做 我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更相信 军林的为人 大小姐 我不可能眼睁睁地 看着这个傻子 她欺骗你呀 如果你再放纵 这小子口出狂言 那沈氏就完了呀 对对对 她呀 就是个祸害 必须让她偿命 我看你们谁敢 大小姐 我的职责是保护您和沈氏的 就算您日后如何责报 我都心甘情愿来人 把这个傻子拿下 快 杀了他 杀了他 帝国银行行行长王将 大下首富孙楚祥 后见金龙地军 谁来吧 王行长 孙首富 你们认错了吧 他就是个傻子 怎么可能会是金龙地军呢 十方将军 您怎么来的 属下来迟 还请提军恕罪 我给你们准备的道理道 这绝不可能 你个傻子 绝对不可能是金龙地军 你竟然敢侮辱地军 十双将军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沈小姐 这三个人草间人命 我奉地军之命 各将其用地正伐 难道龙先生真是金龙地军 大小姐 龙先生 我知道错了 请你们降罪 算了赵宇 念在你 护沈小姐的份上 可以原谅 多谢龙先生 大小姐 地军 我也知道错了 求求你们 也原谅我吧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能得罪大小姐 能对龙先生 龙先生 我求求你 我还不想死 我求求你放过我 罪医 主地威名 酒地正伐 军林 我错了 求求你看在我们 夫妻情分上 你就饶过我吧 是啊 我的好体恤 这五年来 我们可是 好吃好喝的 供着你 没有勾劳 也是有苦劳的 好吃好喝 你所谓的好吃好喝 就是让我吃狗粮 喝西江水 罪傲 杀至亲 打住死牢 我的好体恤 我不想死 不要杀我 我求求你了 罪三 郑壮为虐 无欺无死 来人 把他们带走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好丑 帝君 我并非金龙帝君 我五年前 救过金龙帝君一命 他给了我一块龙牌 只需要时 可以请他帮忙 帝君 您就是 龙先生 一属高昌 五年前 恰巧救过金龙帝君 帝君给了龙先生 一枚龙牌 可以让他向我求助 往来如此 十分千寸 就是代替金龙帝君 向军连讨人群 他既然能救下你 就一定能救下我爷爷 什么 爷爷他病危了 奶奶 我爷爷 我爷爷他怎么样 灭账 你还知道回来啊 我看你就是想气死爷爷 好继承审视集团 我已经是审视集团的继承人了 我没必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伤害之亲 奶奶 唐姐他不是这样的人 说不定 他只是习惯了国外的教育 对亲行比较淡漠 还是你懂事 沈梦梦 你凭什么污蔑我呀 我怎么对爷爷的安慰 不管不顾了 孟姆托刘少 找来了大名鼎鼎的 忠医圣手 吹不济 而你这个秘密 你干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 爷爷昏迷不醒的时候 是我一个人称极的审视 今天我请了 可以救爷爷的人 龙君林先生 你们都给我让开 原来唐姐 是去找你的未婚夫呀 虽然爷爷的安慰 是头等大事 但是唐姐的幸福 也不算小事 爷爷危在旦夕 你们两个在谈情说爱 我 我真 我打死你 救神龙 对我来说是易如凡手 但是你把供服务一项 我借你 让你跟神龙也 躺在一个壁桌上 好大的口气 毛都没长齐的乡野村医 也敢在这里大奉厥词 你是个 至尊龙医乃无祖师 神医 陈仲景是我师父 连我中医圣首 催不济都不识 你是哪个穷乡屁壤 跑来的佣医呀 陈仲景的弟子 帮老小二一笑什么 我孝女医术不济 也敢成忠医圣首 败坏世尊龙医一脉的名声 无知蜀辈 口出狂言 竟敢侮辱忠医圣首 哎哟 我当是谁呢 这不是江城凌家 那个废物坠序吗 原来是个傻子呀 那我就原谅 否则就以他如我忠医圣首 没名一事 我就保证你们沈家 在帝都无人敢一致 忠医圣首 好大的威风 你给我闭嘴 刘少 崔圣首 请你们恕罪 这个傻子跟我们沈家 一点关系都比 奶奶 虽然这个人是个傻子 与全世通天的刘少相比 更是有着云泥之别 但再怎么说 他也是爷爷 给唐姐物色的未婚夫呀 未婚夫 你们沈家是怎么回事 我说过 请崔圣首给沈老爷子治病的前提 就是让你留下来 你们沈家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耍我 你们沈氏是不是不想在帝都立足了 奶奶 这是你的意思 不对 你 唐姐 放眼整个帝都 唯有刘少能与你相配 只要救活我们渣老爷子 我一定准备好嫁妆 亲自把他送到你们刘家 奶奶 我有婚约在身 我不答应 唐姐 难道你真的像奶奶说的那样 看着爷爷死 好继承沈氏 老蔡君 我看你不是在讲碎 是在卖碎 不是 你以为沈老爷的病是谁都能治的吗 告诉你 他只有飞射手能治 沈老爷子的病 确实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能治 小杂碎 既然你口口声声说会治病 那你敢不敢跟老夫打个赌 如果我治好了沈连河 那你就自费双臂 然后再跪下 游少可三个小龙 好啊 我跟你 我要治好沈老爷子的病 让他 跪下 给我叫生爹 你 牛少 你这不是欺负傻子我赢吗 要不然 放他一马 不 让他赌 大丈夫预言既出 四马难追 听着老太太 小杂碎 看清楚了 这是正写完 是我师父 也就是神医沈重景亲手所致 能死骨羹肉 延年一寿 翠圣首 这么珍贵的东西 我愿意出一千万 多买几颗 一千万 万颗都买不到 我靠 这半科 还是我师父 闭关三个月 才制作出来的 看到没 所谓圣神 防衣必治 防治必育 小杂碎 愿东服输 跪下 用半程 被咬渣就是 你是在救人啊 还是在害人 我看你就是死不认错 崔圣首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三个月 便算了 你这个逆徒 如果正写完有用的 我走给神老爷子不用了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崔圣首 你可别让这个傻子 给你忽悠了 郑雪丸 这么珍贵的东西 我会有这么多呀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救活老爷子 对对对 老太君 你说的对 你别担心 我是不好 还有我师父陈仲景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把他叫来 好 爷爷 爷爷 君明 你快救救我爷爷 如如 你放心吧 是我 对 我在你家 过来 好 傻子 我劝你还是乖乖的 成神 老爷子的病 就算陈仲景来了 也无济于事 睁大你们狗眼睛看清楚 什么才是真正的重要 我倒是要看看 是哪个黄口小儿 竟敢在我沉重景院前 刮下如此海头 师父 就是这个毛都没长期的小杂嘴 他学点西医的皮毛 就敢说咱们终于制陪一狗 他还说您炼制的正血丸 就是不要渣 连狗都不吃 谁要达理 陈神医 我唐姐只是一时糊涂 才放任那个傻子对您出言不逊 要不然 他刚才把这一大把正血丸撒在地上 连我都差点被他骗了 正血丸 你整个的正血丸 这不可能 好你个小子 连陈神医都说你那个正血丸是假的 你现在还装什么算 给陈神医跪下 区区一个庸医 你配让我跪 陈重景 你觉得呢 师父 以后在外面 别跟我叫师父 也别说你认识龙军领 要是你依附害人 我会亲手将你逐出师门 师父教导臣 徒儿 铭记于心 陈神医 您这是干什么呀 陈神医 我刚才差点以为 他真的是你师父呀 刘少 你胡说什么的 就这小杂嘴 那是我师父的师父吗 他配吗 陈重景 你觉得你配当我徒弟吗 你这小杂嘴 这隔几年之前 我师父提提报的 早就把你男嘴了撕烂了 你混账东西 你管谁叫小杂嘴 你公公 陈重景 没有你这样的女子 师父 你到底怎么了 我说的没错 也得小杂嘴 哪呀 密度 走 你快跟老夫走 老太君 告辞了 别走啊 陈神医 那我们家老爷子的病呢 老太君 师父相瞒 陈老爷子的病 老夫也束手无策呀 老太君 我给你这条明路 这旧治之法呢 远在天边 尽在眼前 老夫告诉我 陈神医 君林 你不会真的是那个 陈神医的师父吧 我可没有掺那匿途 奶奶 陈神医一定是生了堂姐和这个傻子的气 所以才放弃了对爷爷的治疗 这可怎么办呀 你个逆女 我打死一个逆女 谁说神老爷子死了 陈仲瑾能治的病 我能治 陈仲瑾治不了的 我也能治 你知道陈神医为什么走 那是因为她知道神老爷子的救 爷爷 你醒了 陈仲瑾他竟然真的把爷爷给救回来了 他果然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男人 这不可能 刚才陈神医不是说没救了吧 一定是崔胜手的正写完生效了 爷爷 做你的人不是这个傻子 你们真是烦了天了 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 你们谁在感受尽力一个父子 给我滚错事实 别怕缘 愿赌不输 你是不是该跪下给我叫爹了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我可是一督是少 有傲的儿子 就算我敢跪 你敢定吗 有何不敢 你沈家给我等着 非得让你们审视家坏的吗 刘少 刘少 我们得罪了刘尸首 我们沈家算是完了 有群临才 一个区区尸首算个屁 你慌什么 嘴下吧 我有话 单独跟军旅说 沈联合 参见地 沈了丫子 身体身为恢复 不必心思大 我只问 当年交给你的龙蝇在哪 五年前 帝君将龙蝇托我保管 我深知这龙蝇里面的龙氏之身为 都被奸人 建了这龙氏 那大侠 必会掀起一片凶风血雨 所以 我将龙蝇一分为二 真假参本 我操了两个龙蝇 阎南猎凭借龙蝇 突破了神经 那剩余的一半龙蝇在哪 就保存在帝国银行里面的 你这个匿女 我们沈家 真是要费你们两个扫把刑 给害死了 那你不妨说说 我跟宇柔 怎么害死了沈家 奶奶 都怪我不好 要不是因为我介绍刘少 给唐姐认识 唐姐也不会和这个傻子 得罪了她 更不会导致刘少 给帝国银行施压 要断了沈氏的五百亿贷款 沈梦梦 你少在这惺惺座谈 你知道断了贷款 意味着什么吗 不就五百亿贷款吗 此事我来解决 正好要去帝国银行办事 我游华瑜何时受过这般屈辱 刘少 您放心啊 只要这五百亿贷款一断 这沈氏必定自乱真巧 届时这沈玉柔小姐 就是砧板上的鱼肉 还不是任意才哥 我若能与沈玉柔洗劫连连 我保你杨正确 加官进局 一步登天 是一步登天 还是一步深渊啊 断了死是贷款 我断你帝都生路 真是笑死人了 龙军林 我杨龙身居帝国银行高位 掌管帝都经济命 你个傻子 拿什么断我手 杨副航长 请你对我未婚夫说话放尊重一些 否则我将此事禀报给池双将军 断你生命 应飞而戏 让这 池双将军日理万机 忙于处理军务大事 至于经济小事 全由我父亲刘傲负责 沈小姐 这刘少的一番话提醒了我呀 要不然真被你给护 想要贷款 可以 你让这个傻子从这儿 砸出去 然后啊 你和我们刘少 单独协商 杨正春你 协商 我给你三分钟 让我们将立马滚出来领命 放肆 居然敢对我们王航上口出不去 帝都在乎你立足之力 一个小小的帝国银行 也能封杀我不成 小的我告你 帝国银 可是帝都经济四大寡头之手 年死 亦如凡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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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你 赶紧把我们刘少给断了 我的手 我的手快断了 刘少 你忍一忍 我这里叫人来救你 不不不 我要走 是谁按的指甲牛 哎呀 王 王船 你怎么算来了 这个沈小姐 今天带来一个傻子来闹事 二话不说就把刘少给打了 这是我棒的 奇异 我倒要看看 是哪个活地位呢 赶在我王舅的地方上动手 星龙呢 我今天若在帝国银行出半分场 我爹和王航长都不会认罚甘休的 军令 事情好像闹大了 要不我联系池双将军呢 现在怕了 完了 沈宇柔 我告诉你 你指使着背我 几乎谋还正要争 就算十双将军来了 你们选家 叶南草 办门挣扎的命运 生 在我面前 若可威胁我未婚妻一句 别让你下血欲 是谁如此大言不寒 还出口威胁 我看你 帝国银行王舅 我们刚才见过 王舅 弄死他 起 这是干什么呀 赶紧起来呀 王舅 你疯了 你竟然跪他 看你们惊讶得要 他对我跪地起手 好像有为天道 何止有为天道 尊卑不分 是下半生 论罪 立斩不饶 刘少说的对呀 立斩不饶 斩 斩你的头啊 你知道他是谁吗 你不是傻子吗 傻子 你才是傻子 混蛋 不想再给你 王舅 你脑子是不是被驴给踢了 这小子刚才竟然敢动我 你还企图袒护他 信不信我让我给他给吓 妈的 你敢动手打我 你帝国银行还想不想开了 在这位面前 你算个屁呀 要是个假诈 刘家从村重营 就对金 龙先生放尊重一点 把他给我哄出去 王舅 龙君临 给我等着 护出去 龙先生 王航长 我和君临有几句话要说 先试陪一下 好 您请 君临 你要用金龙帝君的身份 骗王航长啊 怎么 我不像吗 要是让他发现了的话 就连池双将军都保不了你 玉柔 你放心吧 我保证拿到五百亿代款 你乖乖等我 君临 君临 好啊 居然敢冒充金龙帝君 你们死定了 帝君 说一下愚昧 刚才差点暴露了您的身份 行了 不怪你 我此次来帝国银行 是未办两件事情 第一 恢复给我未婚妻 沈与柔的五百亿贷款 记住 别苦个人 而不是审时 帝君这是要扶沈小姐 作为审时总裁之位 是不是想明白 第二 沈老爷所存在帝国银行的龙印 该务归原则 请帝君恕罪 龙印不在帝国银行 龙印不在帝国银行 自您是从后 肖国倦途重来 和大夏打起了经济战 大夏的半熟财富 都被严那列纳入私囊 帝国银行 也被肖国的 周四王爵 袭击一空 其中 就包括您的龙印 这鸟国皮又有了 行了 这事不怪你 帝君 不止如此 周四还逼我签下条约 拿走着帝国银行的百分之四十股份 大夏现在的经济命慢 全被周四拿捏在手里 我还担心 你替我调查龙印的事 股份的事 我来解决 是 军林 没 没被发现吧 怎么 你怀疑我的眼界 大小姐 出事了 老太君 召集了公司股东 商议 另选总裁一事 他们既敢 进于不属于自己的位置 那我就让他们 付出应有的代价 各位股东 因沈宇柔工作不利 导致集团公司 损失了五百亿的贷款 故今日 我特召各大部署家族 前来商议 辞去沈宇柔 集团总裁一职 另聘沈孟孟 为新总裁一事 我不同意 沈总曾经在国外的时候 立管夸了 就沈室于水火 不大杀之将情 一举将沈室的市值 增加到了五千亿 凭什么因为五百 就否定了他的无伤功绩 我知道临阵幻将 乃兵家大忌 可我堂姐 现在忙于追求个人幸福 心思早已不在集团之上 作为妹妹 替她分担起这份重任 是我义不容辞的事情 沈宇柔 她心高气傲 不懂得人情世故 因此得罪了 弑守之子刘少 导致帝国营兽 停止了对我沈氏的放火 沈孟孟 跟刘少的关系飞几 一旦她坐上了总裁之位 这五百亿的贷款 便随手可得了 老身可不强求各位啊 我再重申一句 谁赞成 谁反对 我王家赞成 我赵家也赞成 我也赞成 我 我龙军领反对 你个废物 要不是你讹罪了刘少 我们沈家 何至于损失这五百亿的贷款 你现在还有什么脸面 出现在这里 你问我要脸面 只要我一句话 就能捧沈氏集团一波登天 浮宇柔登顶大厦商业至尊之位 如此便是我的脸面 小子 你知道五百亿什么概念吗 少喝点废话 没人 要我活出去 谁敢 龙先生 是董事长清点给大小姐的未婚夫 谁要是敢跟她做的 未婚夫 就是与沈氏为敌 这种废物 怎么配得上我堂姐 可我堂姐执迷不悟 我也只能为了沈氏集团 也身而出了 都给我闭嘴 你没必要自作聪明的替我做主 奶奶 我这是出于好意 并无谋权篡位之意 是我不好 让堂姐误会 我还是走了 孟茫 只要有我在 就没人敢欺负你 沈雨柔 你别以为你讨得了爷爷的欢心 就能酒吧总裁一职 我告诉你 今天你要是拿不出这五百亿 让魏遗失 无可一一 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 总裁一位 只能与流泪存 什么 五千个亿贷款合同 这怎么可能呢 帝国银行 明明是停止了放款流程 这怎么又放款了 还整整十倍 不可能 这一定是假的 龙峻林 我们联合造假帝国银行合同 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五千亿 太后 有了这五千亿 沈氏非但不贵 奋放利息 反而在沈总带领下 会更上一层楼啊 群林 你是怎么做到的 当初我和王行长谈了好久 他答应给我方贷五百亿 五千亿 我想都不敢想 我当然是用金龙帝君的身份 狠狠地敲了他密笔 怎么样老太君 龙峻林 你不要以为你们造了一份假的贷款合同 就能谋混过关 我一定会查明真相 让你们付出代价 沈梦梦 我看你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这上面 有王行长的印章 怎么可能会有假 为啥 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条狗来定真假 台湖 给我查上 沈总 公司账户上并没有帝国银行的五千亿汇入 堂姐 你就是太单纯 竟然被这个傻子骗得团团转 沈宇柔 你和这个傻子联合起来欺上瞒下 按照公司规定 你应隔职查办 啊 隔职查办 凡是包庇隐瞒者 一律严惩不耐 小子 你胆子也太大了 竟敢伪造贷款合同 沈总 我等对你忠心耿耿 你不能相信这个废物 这会害了大家的 军令 这是怎么回事啊 鱼柔 我这样做 一定有我的道理 你们这帮剑锋使徒的墙头草 也配辅助我未婚妻 也配辅助我未婚妻左右 笑话 你这蜀木村官的废物 还敢在这儿大放厥词 唐姐 虽然我不愿意伤害我们姐妹之间的感情 但既然大家选择了我 我就应当当起重任 还请唐姐起来 让出总裁机位 我什么时候说过 五千亿贷款是给沈氏集团的 你什么意思 帝国银行转款到账 五千亿 到账上接一 我没有听错吧 这帝国银行怎么会打到你个人账上 这 这到底有什么猫腻 鱼柔刚从国外分布回来不久 总有些自不量力的家伙 寄予他总裁指挥 我特意让王将罚款 放他个人账户上 如此 他便能掌握审视的生死大权 君灵 这要是被王行长发现 我怕你 放心吧 鱼柔 区区一个帝国银行 能奈我何 可 至于你们这些墙头草 公司不需要你们这样的 周宇 买下他们手上的股份 立刻让他们滚烫 是 几位 请管吧 鲁先生 沈总 我错了 我们王家这么多年 都是跟着沈老爷子的 我们王家万万离不开沈氏 我代表赵家 请求沈总 鲁先生挽开一面 在帝都被沈氏冲变的家族 没有一个好下场的呀 都别废话了 把他们带去 我真的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女 你竟敢私自开除集团高管 谁给你的权利 就凭我是沈氏集团的总裁 掌握沈氏的生死 这便是我的权利 你 奶奶 你有意义 你 唐姐 我一定会向爷爷禀您此事 向沈老爷禀 难道你忘了 你上次被逐出家门的教训了吗 你 你别得意 你这五千亿什么来头 还不一定呢 你 你冒充金龙帝君 诈骗帝国银行五千亿 你该当何罪 你该当何罪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原形必漏了吧 菁林 你先走 我替你拖住他们 想走 门都没有 唐姐 你竟然协助这个重犯 畏罪潜逃 真是网顿了我对你的一份信任 混账东西 你连帝国银行你都敢骗 你是真要害死我们沈氏集团 你怎么知道 我是假的金龙帝君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要是阿航长发现 你是假冒的金龙帝君 就算是齿双将权帮不了你 月柔 放心吧 巨额诈骗 这是罪一 冒充尊胜 这是罪二 恕罪并法 就算你有一百条命 也杀不够 这件事情 与君临无关 全是我自己的注意 大小姐 你 混账 你这个逆女 竟敢说出这么迟疑不到的话 听你的意思 你就是我的罪了 怎么 你怕了 这样 你立刻给本少跪下来 把鞋子舔干净 再把亲爱的柔柔 送给他 我就留你的全尸 免除你们审视的责任 否则 是帝国银行 还是你爹给你的勇气 敢动我龙君临的女 本少今天把话放在这 不仅要让你碎事万段 还有你们沈氏 家破人亡 有事不得犯人 哎呀 刘少啊 这个废物 跟我们沈家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你不是喜欢沈宇柔吗 我这就让他 把龙君临给踢了 然后让他嫁给你 我求求你 千万别怪罪在 我们沈氏的头上 唐姐 我劝你不要执迷不悟了 刘少乃是水之子 全世无双 风光无量 岂是龙君临 这种废物可比你的 这沈梦梦小姐 说的没错呀 如今刘少 一言就肯定沈家生死 沈总 你可千万不能站错队呀 否则 你们沈家 将是万丈深渊 我不需要做选择 这辈子 我认定了龙君临 我与他生死 共进退 遭孽呀 我们沈家 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孝驴 如果雨柔算什么孝驴 那你们沈家 皆是孝不易之辈子 至于你们这些 打到的漂亮小丑 我一一清算 大言不谈 妈 你是要在牢里面 清算我们吗 麒麟战神坐下 孙忠义到 孙队长 来得正好 龙君临 我乃麒麟战神 顾孙坐下 鸡察队队长 你涉嫌取得诈骗 我特来将你 击拿归案 如果我是你 我一定会接完 这个电话再动手 少在那虚张声势 我就不信 你有什么通天的人脉 能助你躲过 麒麟战神的准 你知道 鸡察队是什么概念吗 那就是我断定你有罪 就有罪 我劝你还是乖乖的 不要说话 你确定你谁也不怕 好 我倒要看看你来找了什么人 孙队长 你可别被这个废物给骗了 他要是能找来人 还能冒充这个金龙帝君吗 对呀 孙队长 你赶紧把这个废物 给我抓起来吧 我们审查 举双手赛成 绝对不会耽误公屋 你当真以为 拖延时间 就能救你这条狗命呢 实话告诉我 我爹可是麒麟战神 顾森的心腹 跟我作为 只有死路一条 是 是 是 属下明白 属下一定逼供之法 大将 完蛋了你看 你们是不是抓错了 孙队长 你们干什么呀 我让你抓龙军林 那个废物 你抓本兽干嘛 孙队长 你搞错了吗 你抓我们干嘛 孙队长 你搞错了 搞错了 刘少是弑手之子 你应该抓龙军林 这个废物才对呀 你要是再敢 防卫公务 我让你一起抓 刘花元 你射先敲诈勒索 非法集资 杨正纯 你闻乎职守 都有公款 请你们跟我一起回去 接手调查 开头 好 你们敢抓我 你们给老子等着 我让我爹弄死你们 慢走不送 多有得罪 简梁 军林 你会不会 是真的认识什么大人物 简梁 你不愧是我们家老爷子 给我们沈氏找来的 绝世家序 你看你 不仅搞来了 这五千亿的贷款 而且还能让孙队长 对你如此的恭敬 我们沈家 真是祖坟上冒了清烟了 奶奶 你刚才听到了 那五千亿 分明是他骗来的 至于孙队长的事 肯定是他搞的一谋诡计 奶奶 你打我 你给我闭嘴 就算这钱是骗来的 那也是任军林的本事 你等我从沈雨柔手里 拿到这五千亿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军林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难道 你要一直瞒着我这个未婚妻吗 雨柔 我也没干什么 我只是把刘华云和杨正传的犯罪证据 交给军部而已 帝君 我收到消息 赵斯要在帝都举行一个大下文武拍卖会 其中就包括您的斩神刀 是时候该见见他 雨柔 神老爷子寿宴 不是要到了吗 我想让你陪我 给老爷子 学习礼物 好 宙斯王姐 我奉刘尸首之命 特意在此恭候 为你接风洗尘 里边请 刘傲尸首 还真可惜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 您是我大下的贵宾 真秘书长 你很激烈 我一定会在青龙真君 阎南烈的面前 替您美言几句 谢谢 卖主求荣者 真是有所大下国味 我看你是跪久了 膝盖都跪软了 军林 这些外族满蚁 被青龙帝君打得险些灭国 可 青龙帝君消失之后 他们狼子野心 昭然若见 好啊 那我今天就让这些养鬼子 和这个捧臭脚的人知道 什么是大下傲赌 这 哎哟 唐姐 不好意思 这个拍卖会得让我们先进了 因为我男朋友杰克 是混戏 高人意 唐姐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男朋友杰克 不仅是大下和萧国的混血儿 但有萧国血统 更是宙斯王爵的亲侄子 比起龙君林这种废物 自然是高人一等 下等人 沈梦梦 你祝他人威风 灭自己士气 还认贼作父 你不怕爷爷怪罪你吗 唐姐 你可是帝都之谜 声名赫赫 我不敢有丝毫怪罪你的意思 只是 像他这样靠诈骗谋生的废物 不是下等人 还能是什么 梦梦说的没错 一个妄想攀附权势 来实现鲜鱼翻身的男神 不是奴才 是什么 唐姐 你这辈子 能沾上大下半分血 算你最大的荣誉 闭嘴 你怎么跟杰克说话 我告诉你 杰克可是大下的贵宾 背后靠的可是正乎死王爵 就算你有沈家撑腰 你也得跟人家毕恭毕敬的 既然你喜欢贵宾 那你就一直贵宠 来人 给我弄出来 快 你群废物 在这吵吵啥呢 刘师兄 困住 群废物 在这吵吵啥呢 刘师兄 困住 赵司王爵在里面睡觉 你们要是把他吵了 我把你脑袋撑下来 刘师兄 我 我 是他 刘师兄 都是我唐姐和这个废物在此捣乱 不宜为难我和杰克 不让我们进去 所以正秘书长他才 他们竟然不让杰克大人进去 刘师兄 这事也不能怪我唐姐 都怪龙军林这个废物 可若不是我唐姐纵容 刘师兄 也不会被他阻放 给送进了监狱 是 是你这个废物 把我儿子送进监狱的 你知不知道 我为了捞他 就花多少钱吗 刘师兄 你儿子违反法律 被抓进去 和军林有什么关系 沈宇柔 你以为有池双将军 为你们沈家撑腰 你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放肆吗 我告诉你 我顶头上司 秦林战士不存 若军衔 他们差不多 更何况 是萧 不思王军的地盘 我不用给你面子 有人 有其父 必有其子 你儿子蠢 你更蠢 你骂我 刘师师 看来你也并非外界传言中的 帝都魁首 就连区区一个废物 都敢和你叫吧 就这点实力 怕是很难和宙斯王军合作吧 杰克大人你放心 我一定除掉这个废物 证明我的实力 军林 小心 秦林战神 不遵到 松手 松手 陈神大神 有秦林战神在 龙军林这个废物 必死无疑 你给我一个解释 秦林战神 宙斯王军 为促进和军部的友好关系 所以举办了这场 黑卖会 没想到这个废物 死里捣乱 还要打这颗大人 我听了您的名号 他根本毫不在意 分明没把你放在眼里 秦林战神 是他们重阳内外 欺压我们百姓在先 大胆 你的意思是 刘师手在这儿 乖去试试 宵 不过是大厦 拴着的一条骨 什么时候可以在 大厦的地盘上 选废了 秦林战神 此次甚是萧城 竟敢在您面前 公然挑拨大厦 与萧国的友好关系 这种人就应该 以盘国队抓起来 处于疾病 秦林战神 龙军灵这个废物 和我们审神没有任何关系 只能务必重罚 唯武祖昌 颠倒非白 是该重 秦林战神 现在就宰了这个废物 你直接去 秦林战神你 这这这怎么回事啊 秦林战神 我都算闪风了 龙王 你身为一世之士 竟纵弄这些外族蛮艺 在我大厦内 横行霸道 该当何罪 秦林战神 我也是为了 一度经济发展 才这样做的 我有什么错爱啊 脏了你体内流淌的大厦 居 还可问何罪之有 秦林战神 这次王杰 此次是带着诚意而来 哪来的横行霸道一说 反倒是宁静人纵容 这个下等人 对萧国出言不逊 未免也太有损 大厦礼仪了 大厦乃礼仪之 对待的是友善者 我们这群土鸡娃 也配征得同等待遇 可笑 龙军林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迎回我的男朋友 沈冒冒 你又算什么东西 军林说的字字句句 可有错 秦林战神 宙斯王爵和青龙真君 也难立 可是日交 闭嘴 原来是宙斯王爵 看来我真该亲自见见他 龙王 我既然可以培养你 也可以随时杀了你 你最好不要再令我失望 秦林战神 这个龙军林也太嚣张了 龙军林 闭嘴 嘿嘿嘿 秦林战神 你们里边请啊 神与柔龙军林 你们别得意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们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接下来是唐代出土的 极品帝王律 龙抬头玉雕 起拍价 五千万 抬头玉雕 可是白天啊 老公 我爷爷最喜欢的就是翡村 你如果能将这个龙抬头 拍下来送给他 他肯定会很高兴 到时候 你入股审视集团的事情 就好多了 小嫂哥你放心 比起沈氏的万一家长 说这点小钱算什么 六千万 这位先生出价六千万 怎么还用得着你花钱 你的意思是 我被包养了 我给神老爷子挑礼物 还要他孙女花钱 我这么好的老婆 你可找不到 一个亿 哇 一个亿 这位小姐出价一个亿 龙军 你个废物算什么男人 自己躲在角落里当缩头乌龟 去让一个女人替自己叫价出风口 你饿不饿 我出一亿五百万 我老公杰克 可是帝国银行的至尊VIP 执掌宗斯王朝的雷云财团 至于龙军林这种 有什么资格跟我老公紧争 帝国银行是吗 喂 三分钟 冻结克的大厦 龙军林 你以为帝国银行是你家开的 还三分钟冻结 真是不怕让人笑掉大 龙姐 你带这样一个傻子出来 真是有助我审慎的名胜 我今天把话放在这 你要是能 证结我在大厦的所有财产 我跪下将你演演 你敢和我赌吗 金林 我们没必要和他争口舌之快 我们不和他赌 放心吧 玉柔 我龙军里面说都做到 别说一个区区节课了 就算宙斯的资责我也能说中你 就有钱 这位先生请您不要扰乱会场秩序 如果您继续这样 我只能请您出去了 那么请问假拍算不算扰乱会场秩序呢 当然算 军林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不干什么 维护会场秩序罢了 那么你可以请这位先生出去了 我保证还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龙军林 你少在那心口自慌 什么 这大厦的财产能动情呢 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在大厦的资产证仍有三千 怎么可能说冻结就冻结了 老公 你什么意思 难道龙军林那个废物 说的都是真的 真冻结了 秩序 你真是太厉害了 你是怎么做的 玉柔 停了这么久 难免会认识几个朋友 大家刚才都听到了吧 你给我跪下 叫什么约 神说你 我们刚刚明明都的是所有的资产 并非得打杀的资产 你这个费用 绝对不可能做到 我知道了老公 一定是你刚刚得罪了 麒麟战神 所以他才把你的资产 都给冻结了 果然般配啊 狼狈为贱 我宣布龙抬头玉雕 由沈小姐一个亿拍下 接下来是 本次拍卖会的压咒拍卖品 斩沈刀 此刀为大厦前龙皇 金龙帝君的配刀 上可斩鬼神 下可斩邪魅 起拍价 一百亿 你喜欢 一百五十亿 我说两百亿 师叔 咱们公帐就剩一千亿了 你花两百亿 买这破刀的 混货 金龙帝君是 麒麟战神的师父 麒麟战神 就是冲着斩神刀来的 我们就算出一千亿 也要把这个东西拍下来 给我们地铺一百亿 玉柔 不信 无论斩神刀被谁拍下 都会无够远处的 不行 我男人喜欢的东西 我必须拍下 三百亿 沈小姐不愧是财大气粗 沈小姐出价 三百亿 沈玉柔那个贱人 一定是疯了 居然花费三百亿 来买一把刀 你不懂 此刀意义非凡 我奉咒斯王爵之命 一定要拍下此刀 想给麒麟战神 以实现 咒斯王爵的千九五亿 老公 可你的资产 刚刚不是被斗结了吗 拍卖会 是由咒斯王爵指摆的 无论多少钱 不过是左手镜右手而已 我出四百亿 麒麟 今天说什么 我也要把这把刀 拍下来送给你 五百亿 不得在家了 五百亿一次 五百亿两次 五百亿 我出一千亿 原来是大夏首富 孙楚祥啊 莫非孙首富 也喜欢这把斩神道 肯定是想拍下来 送给麒麟战神 以表中心啊 不得在家了 在家整个市的财政 都要搭进去 我建议 让这个主持 重新再拍卖 啊 那个 此事从长进 帝君 帝都财库 已经无法支持刘傲在家家 反观捷克那边 依然是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 很好 斩神刀的归属全弱 神双将军已经给萧谷施压 斩神刀为大夏首 所以 宋司司将向大夏 支付本次拍卖款下 陪着 继续加价 这一次 我要狠狠地放一放外族玩意的心 本次拍卖会继续 孙先生出价一千亿 军林 你放心 无论如何 我一定会把这把斩神刀拍下来送你 宇柔 我就这么败家吗 相信我 不必再出家了 老公 哪冒出来一个大夏首富 他这不是换你好事吗 大夏首富又怎么样 那周四王觉得雷云财团面紧的算个屁 几乎三千亿 五千亿 一万亿 这么多 这个捷克大人跟孙首富 还俩干啥呀 干你妈个虫 这次孙首富 实在是得 我 军家 这是为什么呀 孙首富向来不服说 从来都喜欢压人一等 你看今天 他怎么就认输了 宇柔 你怎么知道他说了 以退为进 不是为一种良妓 我相信这个捷克 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让我们试 恭喜捷克先生 以一万亿的价格拍下斩神刀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喜他 唐姐 我可真是替你感到难过 找了一个只会躲在女人身后的废物 丢人献衣 我知道 在座的各位 都想得到这一把爵士好刀 你 你 可是我知也 无论是屠有其表的大厦首富 还是你大厦万人之战的金龙帝君 在我宵国面前 你是怎么敢在我大厦帝界如此狂妄 还敢当众侮辱金龙帝君 你真是 月柔 不必留 少量小丑门而已 但在场的一位处 即便尊贵如宙斯王爵 也命我向他奉上我宵国最诚挚的金 这个魂血杂主 真他们会拍马 其林阵 我代表宙斯王爵以最强制的精益 向你奉上斩神刀 我顾森 没有资格掌死刀 太座之中 若你没有资格掌死刀 那谁还有资格呢 普天之下 能掌死刀者 没有 其林战士 希望您不要再推出 这只是周斯王爵给您备下的一份博点 一万亿的博点 宙斯还真是大事 杰克 给我回去跟他说声谢谢 金灵 干什么呀 快回来 没事玉柔 接下来看我表演 放心吧 龙君灵 你什么意思 你不会以为这把刀是献给你吧 你对 像你们这种臭臭 我也理解不了我的意思 废 我知道你在自己女人面前丢了你 想找回场 但你犯不着阴阳怪气 举起一万亿对宙斯王爵来说 只是就牛一毛而已 杰克 看清楚 这是斩神刀的归属群正书 也就是说 这一万亿 已经进了帝都财库之路 抱歉你的语言 什么 斩神刀命运归销馆所 这怎么可能 老公 不就一万亿元吗 你 要是让周斯王爵知道我花了他整整一万亿 我就死定了 钱又不是我花的 当我干什么 看来你们的宙斯王爵也不过如此 只认钱 不认识 你 刘师傅 你听到了吗 咱们世上财库多了一万亿啊 赶紧给监狱打电话 赶紧把我那废丸子捞出来 你们不是想知道谁有资格掌握此刀吗 武为尊 尔等 皆为力 你们现在知道了 谁有权掌握此刀了吧 君灵 你 你 此当那宙斯王爵 献给麒麟战神的礼物 你一个废物 竟也敢以下犯下 战神者 是以乾隆徒渊 一绝万事 唐姐 看来麒麟战神生气了 像龙君灵这种目中无人的废 我真好奇 他是怎么长得这么大 齿双将军 麒麟战神要杀了我的未婚赴龙君灵 什么 那要杀龙先生 你别紧 我马上就到 我告诉你 只要麒麟战神愿以周斯王爵合作 哪怕写齿双将军 也不能左右麒麟战神的决定 麒麟战神 君灵他刚从江北来到异都 他不能规决 我替他向您道歉 带来龙君灵这个废 今天赵面上 齐麟已写为斩神刀开刃 是以成奸除恶拨乱乃争 能张此刀成 龙先生 齐麟战神 你怎么把斩神刀给了龙君灵这个队 闭嘴 羊羊大国 唯唯大下 如今苍蝇满过 民不聊赦 就是因为你们 这些迈过求荣之徒 才敢让达鲁 踩在我大下子孙面前 横行霸道 麒麟 难道 你 麒麟战神 就算你不愿意与周斯王爵合作 也不必故意找龙君灵这个配 来博王爵的面子 他是一个吓的人 也配碰你斩神刀 既然你这么不喜欢 离体内流淌的大下去 我帮你放开我 杀人了杀人了 君灵 你跟我一起走吧 玉柔 我还有事情要问 你先走吧 君灵 君灵 沈小姐 不用替儒介绍 我们先走 可是 君灵 你跟我一起呢 金灵 金灵 龙水灵 你知不知道你还下痛天大罪了 他是宙斯王爵的亲侄子 难道你想让帝都被写洗吗 我倒想看看区区一个宙斯 如何让帝都血流成河 金灵战神 你看那个宙斯王爵跟颜南烈 他俩关系可很亲密的 你说这个事 要是让他知道的 颜南烈不过是一个狐家虎卫的废物 谁杀了我的亲侄子 麒麟战神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难道你没干 没有 宙斯大人 这件事与麒麟战神没有关系 我是这个废物干的 这个废物抢了战神兜 他杀了几克大人 你敢敢杀我的亲侄子 我看你婚女晚上 真是太像了 低剑的大下人 这就是你的遗言吗 你是奥迪的儿子 你怎么知道 果然如此 你跟你爹成了一副狗 当年 你爹 不过在死的时候 像野狗那样 大下人 你竟敢 若是我的父亲 我就把你这个下长人 死我了 老四 你竟敢等我 你既然如此 你也去死我了 连一个宙斯的狗 这个龙军林 他竟然能跟宙斯大人过招 不对 他的身份肯定不简单 大下人 你居然能破我的招式 你到底是谁 不如下地狱问问 你那个死鬼老爹 大下人 成功激怒我 你给我杀了他 你不忍耐 你不忍耐 龙印 明明是在燕南烈 跟我认手上 你怎么会 把什么能力 你以为 我跟你们这帮废物一样 需要龙印 才能画龙吗 画龙 这可是青龙之军 燕南烈都不会的 看来青龙真军 那个龙印是假的 废话 说死吧 这个笨 子森 想造反吗 金龙帝君 十双来迟 还请帝君输罪 金龙帝君 一边是五年起 至少 我游民之天下的 金龙帝君 陈双将军 你说这个废物 是隐藏 五年的金龙帝君 那怎么可能啊 放死 算了什么东西 居然敢对帝君出言不适 我在多么 我在多么 师叔 你来干什么 帝君 我接到了沈小姐的电话 他说顾森对您起了胆意 特来将近自立正发 帝君 师叔 我 师叔 这是个误会 想跑 没门 金龙帝君 你不要杀我 我可以帮助你对付 请你还念那个冒牌过 极曲也难立 你配与我为敌 师叔 剩下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你印在哪 我说 我说 我可以把股份和笼意 都交给你 只要你保证我 我才安全 师叔 保证 跟他说说 跟我讲条件的代价是什么 我鲁没有资格跟帝君谈条件 为者杀不胜 帝君 帝君大人杀得好 我走着看这个洋鬼子不顺眼了 没错 帝君 我们一定会为你马首施斩 说 告诉你 二国的代价是什么 重阳美万 和外当以汉国最初斩 什么 斩首 帝君 你饶了我吗 帝君 别杀我 我能帮你找到帝国银行的股份和龙印 说 帝君 宙斯和阎南烈那个狗贼表面较好 实质上是互相提防 只要我把另一个龙印的消息告诉严南烈 他一定会帮我们找到 老师后 我假意交好 您便可以坐手于风之力啊 帝君 不可以相信他 他这个人脚诈得很 无妨 我自有安排 哥 我劝你管好你这张嘴 如果泄露一丝半毫 知道我的手段吗 帝君放心 滚 我滚 帝君 你真的让他们这种二鬼子草啊 一切尽自我掌握着 我们也走过 鱼肉等我 容金灵 看来你也并非传言中那么厉害 连我的假死术也看不出来 南烈熊 你应该还不知道吧 金龙帝君 显示的 池双将军呢 我找他有集市饼包 沈小姐 池双将军不在 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我说 我会替你转告给池双将军的 姓孙的 我早告诉过你 怎么把我抓进来 就得怎么把我送出去 我可是适手之子 你什么东西 也敢抓 我也只是饼公行事 你不要为难我 容容 好久不见啊 如隔三秋 又变漂亮了 让开 别挡到 这么着急去干嘛呀 你是不是去找池双将军 替龙军临那个被我求情 我告诉你 别做了 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少年 就连池双将军都已经派出去 缉拿那个被 他 丢了 雨柔 本少再告诉你一件事 帝都是池双将军的管辖范围 龙军临胆敢谋杀宙斯的亲侄子 就算连池双将军 恐怕也会受到青龙真军的压迫 以后啊 你审视再也没有人能保护 本少想不及 就怎么玩呢 刘华云 我是龙军临的女人 你敢弄我 你是想死吗 太妙了 静止你只吃拔鸡 我看你 既然你不想要你的命 我便成诚了 军临 你没事吧 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还没娶到帝都的冰山美人呢 怎么会有事呢 你跟谁学到 有嘴话说 他竟然还活着 这不可能 杰克是大厦的贵宾 宙斯王家怎么可能会放过你 屁大厦贵宾 杰克分明是个间谍 孙队长 据我所知 他行器未盗 你为什么提前放他出来 只要我爹一句话 他敢不放我吗 龙先生 这的确是刘氏丑的意思 废 你很能打 会打有什么用 出来混 是要讲权力 讲背景的 在我爹滔天的权势面前 你就是一粒 微不足道的小沙子 本少 想怎么撵碎 就怎么撵碎 我劝你 还是乖乖的把野柔宝贝让你 我觉得 比起监狱 墓地更是 你这个打我 还有王法呢 为什么军林每次 都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虽然真的很帅 但是他肯定有事情瞒着我 刘少 刘少 谁呀这么狠 都给打跪下来 军林 这可是刘少的女封 这怎么办啊 好吧 建议 那一个 刘少 我特意奉刘尸首之命 要将你带回去 你在带我回去之前 谁把我灭了这个辈子呀 别让全帝都的人瞧瞧 得罪本少是个什么下场 谁呀 这么大嘆 让我刘少 出来 刘少 刘少 现在正在为杰克的事情烦闹 别动手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你叫什么 你知不知道 你就是我爹养的一条狗 就算本身让你吃 你也得吃 我看你这嚣张惯了 不过是一个事实不知子 敢见他他人人格 姓宁 别和这样的人胡搅难缠 爷爷还等着我们天安回去呢 走吧 站住 本少今天说过 不背了龙军林那个背部 你今天谁也别想走 背了我 行啊 正在面 动手吧 现在想 完了 赵秘书长 刘华云 你不要太嚣张了 轻联 他们怎么起尿混了 狗气了当然一条墙了 姓正的 你敢打我 你这个秘书长还想不想做了 你之前犯的那些烂事 有哪些不是我亲戚摆平的 你爹是尸首 你爹不是尸首 你跟我牛逼什么呀 你 你什么你 就算你爹在这儿 我照样瞅你 羽柔 我们走吧 让他们在这儿狗咬狗吧 奶奶 杰克可是宙斯王爵的亲侄子 我好不容易才跟宙斯王爵搭上了线 谁知道唐姐心生妒忌 竟然指使龙军林杀了杰克 这一次 我们审时算是完了 完了完了 你真是造孽友造孽友 想要是一个半羊鬼子 杀牛杀了 老头子你真是老糊涂了 神赖子这是给您的寿礼 寿礼 我教你受礼 我教你受礼 教你受礼 教你受礼 你干什么 干什么 你这个畜生 你还有脸回来 是你杀了杰克 你非得把我们审时 害得家族人亡不成 唐姐 龙军林现在可是通缉要犯 我知道你很喜欢他 可你难道要把个人幸福 看得比家族利益还重要吗 沈梦梦我告诉你 杰克他就是一个间谍 你这边丧失人格的讨好的 才是真正的将 沈氏的安慰提予不过 奶奶 我 我也是为了审时着想 难道我有什么错吗 混账 沈宇柔 翅膀掌硬了啊 你被一个外星的废物 给自己的妹妹身上泼汤水 我今天 被她一家法刺货不可 奶奶 我再和您说一句 军林她是我的未婚妇 不是什么废物 你真是反了天了你 为老子尊 请说你摔毁我 价值一个亿的龙台图玉雕 三番五次 当真我给打你啊 你这个畜生 你真是反了天了 我 我今天跟你骗了 军林月峰 你这个婆婆 你要看这么胡的 我就修了你 让你精神出户 爷爷 你居然为了一个通缉犯 居然要修了奶奶 谁说龙先生是通缉犯的 蚩双将军 你怎么来了 龙先生歼灭间谍 我奉国军之命 刻意前来加强 是双将军 龙军林这个废物 明明是犯了谋杀大厦贵宾的宗罪 怎么就变成歼灭间谍了 蒙方 闭嘴 谁哪有你说话的法 爷爷 难道我说错了吗 老师深究起来 都怪唐姐纵容龙军林 我怪大厦与萧国两国友谊 放肆 龙先生岂是你能羞辱的 什么吗 你和间谍杰克关系密集 此次前来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把你带回军部进行调查 什么 蚩双将军 你要抓我 我是冤枉的 我跟杰克根本就不熟 唐姐 你给我说句话呀 冤枉 我怎么听他管杰克 一口一个老公叫得十分轻 确实 蚩双将军 我确实听到了 带手 神御手 贱人 贱人 放开 蚩双将军 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蚩双将军 蚩双将军 帝君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 当然是好好招待他 刘奥呢 他那边情况怎么样 根据我所得到的情报 刘奥已经被阎南烈和宙斯带走了 等一下我把他们的坐标给你 很好 是时候跟阎南烈见面了 刘奥 你进去背吧 要你放去呢 谁碰你杀威 哥哥 是王军 严南烈 我没有背叛你们啊 我假意不靠龙军 我对你们觉悟而心 张四兄 你别把他打死了 留着他还有用 当务之急 是杀了龙军灵 严南烈 所言极是啊 留着我有用 我能帮你们把龙军灵给引出来 刘昊 你要记住 你先子的生死掌握在你自己手里 你可千万别沾走他 来 现在给龙军灵打个电话 弟兄 说 怎么了 罗姨找到了 就在我原来给你发的那个地址 你快过来吧 好的 我马上过来 好 我此重重埋伏之下 就算是全盛之急的龙军灵 他也差吃难逃 只要弄死龙军 南烈手 整个大厦 就是你我们囊中之物 可我有一件事就是想不明白 郑四兄 你已经得到了另一个龙军 去瞒我那么久 你是不是想找个机会 在我背后偷偷地捅上一刀 准备再把龙军抢走 严南烈 你收一刀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 我当时是谁呢 又见面了 你看看现在的情绪 你只配跪下来 向我扶手成尘 我可以考虑让你 一个没有画龙能力的 你配让我跪 就算我没有画龙 我现在也是万人景仰的青龙真军 听起我已经突破神经 画龙 那是迟早的事 龙军灵 我知道你身手不凡 可我和南烈兄联手 必败无喜 用你的狗头 祭奠我父亲九泉之下的王军 严南烈 我是不是告诉你 万火大下者 必诛之 你们一起上吧 别浪费我时间 不自量你 给我上 不可能 不可能 我明明已经突破神经 为什么还是接不住你一招 神经对我而言 不足为止 你们可以死吗 烈兄 快把你拿出来 你手机会有平静东西 才能上 南烈兄 你在犹豫什么 还不快把龙眼拿出来 我大小弟 记住你这个贡献 自你为大大王 一眼之下 万人之上 张四兄 我实力在你这上 龙眼在我手上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力量 现在只要把他杀了 我保证 我陪着你一同全世界 林正 叫你们两个废物 还想征服世界 我劝你 乖乖把龙眼给我 可以留你们一个全尸 张四兄 要不你把里的龙眼给我吧 竟不不吃吃法酒 龙眼那是大下坡的光石人物 一个鸟 我那也想拿 快把它给我 这是低险的大下人 龙眼是我的 人 龙眼不是一朝废物的笔记鱼的 龙眼是我的 我 龙眼 你给我站住 那就先杀了你 给你三秒钟 留下一言 永远你 我能赏我 我一时 我背后的内阴财团 就要接受敌规 到时候 这个大厦的禁忌 将遭到 前所未有的 中场 担当起这个责任吗 你怎么知道我负不起 我告诉 我背后可是整个大小弟 一旦我死了 国王的手段 会变得更加强硬 到时候 会掀起一场新风雪雨 你就是 整个大厦的 贼人 大小弟和国王老K 看来你很想威胁 老兄 只要你不杀我 我一定会在国王的面前 替你美言击取 风雨中青王决 这个大厦都是一人风力 我想你还是没有搞清楚 老K算个屁啊 你配测风火 你居然 被国王决 看来你全新 像一条刀 走到黑了 一个出卖国家的鬼 也配颜当我的尊重 这是国王身份的王者之介 怎么可能 王者之介 利益都国王配奈 怎么会在你这里 是哪个不长眼的 胆敢来本国王的车 你龙爹 龙 龙亲礼 给我上 龙天 龙天饶命啊 我饶命啊 求你了 饶了我吧 我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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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这个协议 从此 萧国就是大厦的附属力 而我 就是新任的萧国国王 至于你 我可以留着你 替我管理萧国 好好好 我天 我天 我 怎么可能 我想中的国王 怎么会是 你狗亏 你是一条好狗 我不想让你看到大萧帝国的毁灭 去死吧 你被杀我毁灭 帝君 我已派人追击也难练 这是国主首日 国主已决定在三日后 为您举办出山庆典 并一举歼面严南烈等势力 也好 事实好昭告天下 我龙军陵回来了 有帝君为国族组织大局 这些乱臣贼子 难以打鲁末日到了 师兄 朝我命令 在出山圣典那天 我要为雨柔 举办一场最为隆重的混合 在此之前 我要拿回龙 出山龙拜 李军 那是不好了 帝国燕鸿遇上大麻烦了 迈克尔大臣 十分感谢你把我抱出来 我杨正纯发誓 我一定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仆人 弃国王金银行 帝国银行 很好 比起王家那种明文不灵的家伙 我更欣赏你这样 是食物的人 杨正纯 我配你 为我平时带你不保 竟然去做了小官人的糟 你还有些鼓起吗 王家 你现在不要说这些没用的 告诉 现在加上我百分之五的股 迈克尔先生 已经有了百分之四十五的股 我们再买百分之十的股 我就会成为新一人 帝国银行的行长 王行长 我就不信这世上 还有钱买不了的东西 你只需要把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卖给我下去 你随便 住口 我大侠的欧虎 岂是有金钱能电污的 要我帝国银行 做吧 哎呀 王家 实时物者没俊敬 你如果不想遭受皮肉之苦的话 我劝你 我老实实 把你的股份给上 否则 你将是人才两股 打死你个百分之二 不是台语的东西 我倒要看看王航长 有多硬的骨头 什么东西 可你眼睛不想要 龙先生 你终于来了 龙军林啊 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啊 你知道这位大人是谁吗 这位可是 萧国的财务大臣 迈克尔先生 你别以为你仗着审视 就可以胡作非武 我告诉你 只要迈克尔先生一句话 立刻就可以封杀审视 别说俱军一个财务大主 又再是萧国国王老配 与龙先生而言 我不过是 刘尹罢了 你也会谈论封杀 王家 你脑子里装的是屎啊 你看 就他妈一个吃软饭的杯 还有何资格 问我要资格 如此 便是我的资格 你敢打我 我弄死你 不要冲动 我会让这个不自量力的大厦人 跪在你面前 磕头认错 大厦有句老话 有钱能使鬼推目 年轻人 我刚才看你身手不错 你只需要把这个王行长的双手给我废掉 并且跪下来 向我大萧国 俯首称臣 这些钱 都是你的 麦克尔大人 你看看 你说的太好 现在 我命令 立刻 把它给废了 好啊 钱 钱 不得钱 记住 有些钱可以 但你得保证有命花 可见的超安勿躁 我们是来做生意 不是来找事 你这位保镖 很有勇气啊 王航长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我出五万亿 收购你们帝国银行的股份 好 我也给你一个劲 拿出你手里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给我滚出去 麦克尔大人 这些股份值不了那么多钱 我知道有一个消息 听说还有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在一个神秘富豪的手上 然后还有一些股份 在那些散户手上 就算这个保镖不卖 卖的人有的是 卖国贼 别说准败 交死十万亿百万亿 只要有一颗爱国之心 谁也不会把股份 卖给你们这些牧羊犬 老麦 孙主将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竟敢叛国 亏我拿你当治教 你就不怕进 你就不怕龙先生杀了你吗 微言耸听 孙主将 你可千万放心啊 只要有我们麦克尔大臣在 这个废物 他绝对不会拿你怎么样 现在 你就是我们大销国 经济战的头号功臣 皇将 人格有志 你还是不要做 我可以出让我手中 百分之十的帝国银行股份 但是我要十万 龙先生 你看孙主将他 无妨 让他卖别 我自有安排 十万亿 你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 皇帝不及太多 你主子还没开口 用的又不是你的钱 你心疼什么 你这个奴才 做的也太贴心了吧 好 十万亿就十万亿 随处想 你这个卖国贼 你懂什么 我这叫曲线救火 再说 转让股份 也不是我的意思 那是谁的意思 龙先生 您交给我的任务 已经完成 王将 你真以为我是卖国人 这当然是龙先生 龙先生 这 这到底是怎么的劲 你们这些狡猾的大下人 到底在算什么 让孙主将转让股份 的确是我的意思 加上王将手里的百分之二十 我现在手里有百分之七十 牢牢在自己手上 帝国银行行走 只能由王将来 什么 百分之七十 你是个蠢蛋吗 你说绝怎么换的 哪儿来的百分之七十 这是你帕国里的百分之七十吧 你们这些凤羊鬼 不为亲爹 不为股份 进了他们兜了 殊不知我才是他们亲爹 他们 变数 是他 我不紧到他们的供 我还要让老黑 亲跪在我面前 自闻谢罪 放肆 竟敢侮辱我神圣的国王殿下 你还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今天我就要把你们进行打下人 都杀了 抢回我的银行卡 我告诉你 神党杀神 活得杀 这便是我龙军灵的特权 萧国国王 吓到 国王殿下 您怎么来了 白靠 真是废物 这么点小事都办不明白 要你何用 国王殿下 都是这个大侠员 他不仅企图阻止我们收购的任务 还对您出言不许 本来 我想用我的生命 来维护您的尊严 刚好您就来了 国王殿下 迈克尔大神说的 句句属实啊 但是幸好 在我的帮助 我们还是为了帝国银行 争取到了百分之五十的部分 真是犯了 骗了 是何人如此大胆 敢做到我大小帝国的铁蹄 老K 没来无恙 金龙敌军 这好金龙敌军 老孙 快给我解释一下 现在是没情况 老孙 你快给我解释一下 现在是情况 这有什么好解释 这么好的一场任劫大戏 当然是要自己看了才过 国王殿下 你怎么能跟这样的大小奴才跪啊 赶紧起来啊 金龙敌军 不敢 这不是 这不是 国王殿下 快快起来 我永远不住的 你先给一下犯上 国王殿下 一下犯上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给你们五秒钟 让他们死的明白一些 我没告诉过你们吧 千万不能探索大小帝国的土地 你们都不记得了吧 这位永远五年前 差点灭了我们大小 不 差点灭了我们鸟国的 金龙敌军 还是我们鸟国的国王 我这个国王 是傀儡的 金龙敌军 我错了金龙敌军啊 原谅我 原谅我 我一定确实 消毒大下国 国王殿下 这不关我的事啊 都是老K的主意 我只是执行他的命令 要不然 因为你白个蛋 我也不敢踏入大下的土地半步啊 啊 既然事情都清楚了 那你们明明白白的去死 自己动手吧 不要脏了底针的手 帝君 沈梦梦 她要在监狱里自杀 你快过来一趟吧 这个沈梦梦 又在弄什么 梦梦 别过来 再过来我就动手了 沈梦梦 乖乖 把刀放下 把刀放下 老头子 都怨你 要不是对雨柔那么偏爱 才能走出这条路吗 哎呀 梦梦 咱们别犯糊涂 把刀放下好不好 你也知道 你还站在那干什么 一点人性都没有吗 你还不上去劝你妹妹 她今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就是拼上这条老兵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呢 沈梦梦 你把刀先放下 什么事情咱们都好说 沈玉柔 别假惺惺的了 你现在看到我这副样子 心里已经高兴坏了吧 想让我把刀放下 可以啊 你把沈氏集团总裁之位让给我 原谅你对我所做的一切 我跟你做什么了 做了什么你还不清楚吗 你联合龙军林那副外星走 三番四次与我作罪 坏死我男朋友接客 当在我被黄藤搭的道路时 沈梦梦 终于言辞 与几度人死不悔改 沈梦梦 只是自作逆不可活 我站住 你这个畜生 你有什么资格值得梦梦 吉林展山 这个龙军林 还是真正的罕见走狗 你快把他抓起来 沈梦 龙军林 这都是你逼我的 就算我死 我要拉这个贱人当殿背 沈梦 我允许你死 但你敢动沈与柔分毫 我让你死不安宁 不不不 军林 军林 你先等他 先等我去 你却却穿 孟嬷 别把事情闹大了 听爷爷话 你把你姐放开 保证你没有事 沈梦梦 原本只需要 会和我们调查 几天这个案子 但你现在竟敢 携持人质 撕在重罪 那你准放在这次 与柔 别怕 你我不在 对 军林 我相信你 你却什么却呢 你就按孟嬷说的 让他当神石集团的总裁 他总裁这么好当吗 谁都能当吗 你知道 玉柔身上带着多大的责任哪 你糊涂啊 糊涂啊 我不想听这些冠冕堂皇的话 既然你不给 杀了他 孟嬷 大臣 几天这不信凶 你是因为何代 你没事吧 麒麟将军 孟嬷还是个孩子 他不懂事 求您看在蚩双将军的面上 聊了他这次吧 伤害雨柔的人 别说一个蚩双 就算天王来了 也保不住的 你可再行 你给我住口 竟敢对蚩双将军 重演不去 就因为你这个废物 要是没有你 我们沈家何必有这么多事吗 给我闭嘴 该住口的就是你 你看 把他冠成什么样子了 一个妹妹 拿刀从姐姐 成何举头 沈玉柔 只算你这个贱人走运 你军灵这条狗固着你 但是吓死 就没那么难 这一八成 是替军灵打的 这一八成 是替沈氏打的 沈玉柔 这一八成 是替我自己打的 沈玉柔 你这个贱人敢打我 我跟你拼了 洪先生说的对 你个真是死不悔改 你这种人 你不会活在世上 不要杀我 我错了 我会干的 沈玉柔军 我求您了 别杀他 我这手金手费都是烧 你不能让老朽 白发人 送黑发人 沈玲 算我求您了 沈玲柔军 看在老爷子的面上 再给他一次解释 沈玲柔军 我是刘啊 龙印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快过来拿吧 柳柔 你乖乖等我 我还有事情要去办 军灵 你还受伤了 你要去哪 军灵 龙军灵啊 我把全部身家性命 都堵在你身上了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了 龙翼 竟然是龙翼 爹 龙翼怎么会在你这儿呢 你知不知道 严真君现在就在找他 我们把他交上去 就是真君一统大下的 同好功臣 你不能把他交给严南丽 不交给严南丽 难道交给那个卑物不成 之所以进大了 就是龙真凌那个卑物害的 卑物 你知不知道我捞你 我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龙俊凌是何许人物 他就是 你个废物 爹 我看你这是老糊涂了 居然把他交给龙俊凌 你给我 你给 给你个 有了这个宝贝 严真君就会把 沈与柔那个嗦祸 许配给我了 哈哈哈 你把你给我站住 龙俊给我 你给我回来 牛 你怎么躺地上 龙俊呢 龙俊 被我那个逆子给抢走了 有你这样的爹 能交出来什么好儿子来 废物生废物 果然是青出玉兰胜玉兰 恭喜颜振军 执掌卢艺一桶大下 你可比你爹刘傲懂事太多了 这个女人就赏赐给你了 多谢颜振军 雨柔啊 我早说过 你终究会成为我刘华云的女人 刘华云 你怎么 我生是龙军林的人 死是龙军林的鬼 刘华云 你知道军林是谁吗 你竟敢帮着颜振军 这个犯贼对付他 我见你也在手 龙军林对我来说就是个 事到如今 你竟然帮着龙军林那个废子说话 我看你真是老得不忠用 你 沈梦梦你真是大逆不道 当初我就该让麒麟战神一脑把你杀了 小梦我早跟你说过 沈雨柔归我 沈是总裁归你 她现在是我的女人 可是刘少 你问我 刘少可是颜振军身边的大红人 你可不能忤逆的 反正总裁的位置是你啊 你以后有的是时间教训的 放话下去 要是龙军林不自裁在我面前 我就杀了神烈和这个老头 严南烈 听说你在找我 正好 我也在找你 心灵 你快走 你别管我们 雨柔 别担心 就算是间末日 我也能保护你 严南烈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找你个大眼不惨的废物 如今颜振军全是通天 连国主都亲自为他举办出山圣殿 你一个废物 你有什么资格跟他斗 走 军林 我现在龙鹰在手 现在杀你 就如同杀死一只小龙鹰 军林啊 别管我 做你该做的事情 严南烈 你记住 是我成就了龙鹰 而不是龙鹰成就了我 我不想见血下的雨 给你一个滚出去资财的机会 五年前你都不恐怕 现在一样 给我杀了他 住手 你们谁敢与金龙帝君为敌 我持双第一个杀了他 金龙帝君输下来迟 还请输罪 什么 金灵我猜的果然没错 你就是传说中的金龙帝君 没错 金灵就是金龙帝君 你这个冒牌货死期到了 奶奶我没听错吧 龙君灵这个废物竟然是金龙帝君 怎么可能 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是赤刹大下的金龙帝君呢 是有能怎么样 龙君灵 且不说我现在实力不在你之下 好奇我有龙鹰在手 包括你女人也在我手上 你要是不乖乖顺从 我现在就杀了他 是不能啊 言之君 沈玉如现在可是我的女人啊 你不能杀他 谁要是咱不议我 这就是下场 丁丹丽 就你也没威胁我 既然如此 我只好先走着上路了 直说 我不好预论 郁丽 你还当我是五年前在你身后隐藏光芒的我吗 我现在是新人帝君 我沃卡匹地 不论是五年前还是现在 你只会在我身下沉浮于我 顺我者昌 你我者王 不可能 不可能 可我明明仗过了 画龙能力 为什么还是打不过你 这种道歧 废物 我龙君丽 替你天下 天下无敌 你上路了 龙君丽 这个贱人活命的法子 放了眼帝君 沈梦梦 看来你是像一条道走道歸 沈梦梦 你快放开沈小姐 梦梦 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你不想活了 奶奶 你还不明白 只要颜真君一死 你仅当不了沈氏的总裁 说不定连命都没有了 沈梦梦 你就这么在意这个总裁的位置吗 不孝啊 你就是个不孝女 李军林的品性 他当时不杀你 过后他是不会后悔的 你是糊涂啊 你别骗我了 你需为了自己的未来赌一把 林真君 你快起来 你没有事乱来 杀了这个贱人 龙锦林 没想到啊 你会摆在一个女人手上 你揍我眼 沈梦梦 我对你已经没有耐心了 少废话 快把刀放下 陆山 杀了他 军林 羽柔 你没事吧 帝君 国主秦家帝都的路上 对 被富三国的人给抢走了 军林 你放心吧 我会在家 好好等你的 好 你放心 给我三天时间 我灭了富三国就好了 陆西三军 随我大厅不上